还好 其实还好 一个德国 只有法国股市比较 对 德国它其实是在这一次欧洲股市里面 领涨的火车头 只是没涨 对 它没有涨 有涨转跌 但不要忘记它在整个一个 昨天里面它的走势上面还是相对性的很强 应该说上个礼拜五 还是相对性的一个很强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部分应该是涨多之中的震荡 等待经济数字上面进一步的一个厘清 那我们就要拉回到 其实在这一波里面 台北股市最高来到9699点 我说电子个股的难 它是在于它并不是一个齐头式的并境 你可以看到了核硕股价上面 创下了历史上面的新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了鸿海的股价 在一般投资朋友手上最多的 股东权益报酬率以往都很好的鸿海 它却是长期的在这边里面 刚刚有来自他们公司对外的一个讯息 表示因为市场传这个鸿海 切入了这个Apple Watch的一个制造生产的工作 那他们说不会对单一客户做任何的评论 任何去接苹果订单 假设是真的都不能够做任何的评论 这是保密的一个条款 那第二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说库克它最擅长的叫Costed Down 它往往它不会由独家上面去做一些的组装 或是独家上面去供应某一个东西 因为它会避免未来里面来讲断吹的可能性 他说不对单一客户做评论 那我先来跟大家讲 我们先来从一个新闻数字上面来跟大家讲 鸿海跟广达 以往是Body Body Government 它其实在过去里面就因为NV的订单上面来讲 两个兄弟之争就其实有点细强 如果在这一次里面 广达它去接到Apple Watch 它是第一个组装订论的一家公司 有没有可能去跟鸿海借酱呢 有没有可能去跟鸿海去借人工呢 去做所谓的Apple Watch的一个所谓的组装 我就几率很低 我觉得好了 商场上不是你我说了 我觉得有可能这么一笑就敏恩仇嘛 应该是说两家公司在互相学习之中求进步 两家公司极有可能都是未来组装的公司嘛 我不是说只有仇有恩有仇 因为他们这个不代表任何立场 其实商场上面没有永远的敌人 他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永远能够一笑名恩仇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我看这个消息上面 任何的消息对于库克来讲 它都是有可能的 两家的竞争才有价格上面的取胜 所以这本来就是库克他很擅长用的 那我们拉回到鸿海 其实鸿海我分成短期中期跟长期上面 给一些投资朋友的一些的建议 我认为极短期而言 我们今天谈到的机器人的大军 他呢原水救不了进火 也就是说现在外资看待鸿海 它最主要的原因是被第一个配对交易 但是这个配对的交易呢 因为合硕的股价去追上了鸿海 我认为这个配对的利基点 已经没有像之前这么大 因为两家公司呢 其实赚的钱差不多 但是因为合硕的股本比较小的情况 他本来来讲话 用同样的资金买合硕 股价本来动的情况就比鸿海来得高 所以就极短期上面而言呢 应该是说鸿海他要如何挽救 外资的一个信心从两个 第一件事情鸿海为什么 他真的是因为整个被合硕抢单吗 我觉得不是 是鸿海的旗舰大军太大了 太大的一个情况之中 他这个可能很赚钱 那个可能很赔钱 在这种情况之中里面来讲 因为现在都是IFERS的一个财报 他就把他的利基点 有一点点去化掉 稀释掉 所以去无求金 是鸿海在极短期里面要做的 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台积电在之前外资买不停 为什么在之前里面 我今天就讲 为什么在今天里面金元电 我们来看金元电 今天是外资第一天的买超 之前一路的卖超 为什么今天买 因为很简单 因为金元电他公布去年赚2.13 结果他要配1.8 所以现金的鼓励 是来自于在这个时间点 外资非常看重的 因为国外根本没有 除权交易这件事情 他只有切割 他只有配息 苹果来讲话 也不过配那一点点 但是因为美国的利率是0到0.25 苹果愿意配那个现金股息 也造成他的股价大涨 所以我觉得从极短期 只要两个出来 我就极短线的鸿海 就有机会涨 一个去无求金 把一些荣源 把一些不好的一些的公司 稍微做缩减减减 第二件事情 将他宣布 今年里面不再采取高配股 他采取到高配息 我相信外资就一定回头 至于在中长线的一个部分 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等一下里面来讲 就会针对这个投资朋友手上 最多的一个鸿海 我们如何从短线之后 看它的中长期的一个发展性 OK 尤其其实我们说 它的转型或转股计划 最主要的原因是 过去是在借太多的人力 所以他们一直都必须要 这个养兵 对不对 但是如果透过转股 机器人大涨 当然不是目前 就是可以马上 但是它是一个中长期的计划 其实未来的科技产业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 任何过去里面 我们说的电影脑 科幻电影上面 它呢 好精彩 在一些的事情上面 最后我们看到它兜了成真 现在上面来讲的话 慢慢一步一步上面往上走的呢 就是整个一个人工智慧 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计划 这是这个部分里面 是我在长期以来 从去年以来到今年里面 我就非常关心 而且我认为是科技产业 绝对正确的一个趋势 只是我们要如何在股价上面 以及配合未来趋势上面 一步一脚印的规划下去 所以我们等一下里面 就会针对中长期之中 如何去看待这个区块 短期之中 中期之中 先从哪一个区块里面去做切入 我觉得呢 这个部分里面 比你去看三年计划 十年计划 会来得更实际 对你而言的操作会更有利 就看眼光摆在哪里 然后也是跟郭董的眼光 看能不能契合 因为他那天 开工大集那天 因为他们是初八 然后他特别提到了 这个机器人 有一些精密度的一个程度 比人还来得精准 其实呢 我今天就是把整个一个 郭台铭郭董事长 心中的想法 心中的大忌上面 率先的来告诉投资朋友 我觉得他在这个时间点 提出机器人 绝对是有脉络可循 而且绝对是在2016年之后呢 整个一个鸿海登骨 能不能够成功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 OK 这个郭董的转骨方 非常谢谢鼠方分析 我们稍后再持续 跟大家来进行追踪 那今天两位来宾呢 揭开了他们今天主题的 一个谈话内容 那今天的一个怒骨 哇 这个降准 这个先前的一个效应 然后又直接的降息 在最快的时间 这个二月份已经来回两趟了 原则上来说的话 代表中国大陆的官方 真的蛮紧张的 我们先把他的背景 跟各位来做一个最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 那么去年第四季 因为第四季之后就是春节 所以往往中国大陆在春节之前 就会开始公布说 他们什么时候 他们的整个数字上面是多少 结果第四季是中国大陆消费最多的 大家提个机提个压压回家去 结果只有7.4% 如果平均下去的话 虽然我们常常讲保7 但是中国大陆他们数字 其实是保7.5 那么第三季更惨了 只有7.2 那麻烦大了 第二个 CPI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这个部分 那既然过年了 连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基也是涨上来了 当然猪现在是跌下去了 但是基也是涨回来了 结果他们竟然是 只有0.8% 过去没有低于1的 所以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他们感觉是非常紧张的 代表说大家钱没有拿出来 没有拿出来的话 那中国大陆在之前 3月4月5月的时候 慢慢地开始 打算从金融来带动整个市场 似乎这个手段又放出来 甚至各位看到没有 的确从7.8.9月 这个连续性的一个动作 到最后的11月份 直接给你降息的时候 我们看到PMI是回到了 平均值 我们刚才看到欧洲 有像法国它在50以下 其实PMI指数 采购经理人指数 低于50的话 是代表这个采购经理人 是稍微有点缩下来的 那么原则上 它已经稍微回升的话 代表这个刺激在制造业上面 是有一定的一个回升程度的 不过因为只有50.1 大家都不知道说 到了2月份的时候 又休假这么多天 那不用讲 2月份大概应该是机会不大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会刺激中国大陆 它对于经济发展上面 会更加重视 而且中国大陆 其实很有降息的本钱 另外等一下会跟各位提到说 那么今天非凡新闻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纪录片 叫做穷顶之下 中国大陆的人学问很好 那么这个是讲埋害的 那么这整个产业 似乎也往这边来做一个导向 再来看一下中国大陆 有没有本钱继续降息 目前看起来的话很有 为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前面两次加起来的话 目前利率 那么贷款利率还在5.35% 一年级存款利率还在2.5% 我们台湾呢 2% 1.3% 所以原则上两岸之间比较起来的话 中国大陆应该还是有机会 继续来做一个降息的动作 但是会提醒大家是说 大家可能要注意到 降息之后的反应 大家会觉得说 今天反应好像比较少了 那下一次呢 可能大家就要更去重视 因为毕竟这种吃 这种特效药的动作 吃久了还是会有点反作用的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它应该仍会降息 是目前市场上面的一个判断 那短线上面在这个中国大陆两会 特别是呢 看到降息的动作 又看到中国大陆 怎么那个是管 稍微对舆论上面 比较有一点牵测的 那么竟然可以这样子 播这么大的一个纪录片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对于石化钢铁汽车 汽车指的是柴油汽车 或者柴油汽车要加装 所谓过滤滤芯 中国大陆的柴油汽车股 直接砍明板去了 那这些部分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的环保概念股 大家可以稍微来做一个留意 台湾股市今天也开始来做反应了 我们看下一页 应该蛮简单可以明白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包含像尚伟 包含像永贯 这都是李克强一旦开始上任之后 奇怪了 这个股票就从头到头 就一直没有回来 开一开始估说5块 也有法兰卡6块 现在已经有人开始估7块到8块了 所以我想这个风力发电这个部分 仍然是我们所关心到的一个重点 另外可能要看一下2233的羽龙 这是比较特殊的股票 突然间涨上来 那为什么突然间涨上来 就是今天 因为羽龙 因为它是柴油车的汽车喷水 中国大陆它的一个 爆取这样的一家公司 基本上来讲的话 是由它来做一个供应的 所以对于空气污染 还有未来这个所谓的 中国大陆石化产业等等这个部分 那这个可以做比较长期性 去做一个追踪 那太阳能也应该要掌声鼓励 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太阳能稍微要观察一下下来 因为中国大陆自己太阳能 也有点小小的过剩 而且它的税 像上一次我们来报告过 比我们台湾还稍微低一点点 所以这地方 要请茂迪这地方好好努力一下 OK 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上个礼拜 也就是他们新春第一个会议当中 就特别对了 整个中国的一些微型企业 提出了一个减费降税的一个措施 那果真在2月28号 这个直接从民间的部分就直接的一个降息 而不是从降准的一个角度来进行切入 所以更为直接 是 我想这个部分 中国大陆要注意一下下 它的一个经济成长率的0.1代表多少 代表2500万人失业 所以它的经济的0.1就是全台湾人失业了 所以为什么这地方那么重视 好 今天两位来宾会从这两大主题 再来交叉来进行剖析我们的一个投资决策 那很重要的这个MWC展好热闹 每一家今天真是基站区 三星 两支 手机 那我们HTC也一点都不客气 有手机 然后呢 有手表 然后呢 还有头戴式 头戴式 还有这个有点环绕式的影像 我们在 它涨了4.86% 我们三行呢 我们稍微拉回来一下 好 那待会呢 也在9点过后花些时间 跟大家一起来研究 这个MWC展最新的一个市场状况 我们的记者也传回来一些新闻画面 当然会跟您同步来做掌握跟解读 千万不要走开 MWC展最新闻画面 MWC展最新闻画面 MWC展最新闻画面